而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上午主持了市政會議 但是對於前一天檢討市府的外派人士時 就發現好市府的前文化局長劉維公 還繼續擔任台北市界設計之都的負責人 柯文哲就說台北市所屬相關的單位 都會重新訂領選辦法 而他也抱怨在2016設計之都這個部分 好龍斌現任之後都沒有交接 每週一次的市政會議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會後親自召開記者會 上任不到15天 柯文哲對於業務交接似乎很不滿意 這個該交接要業務要交接 我到現在為止世界之都完全沒有交接 所以我現在還是要專案報告 我們會請他來市長市會議報告 那個設計之都到底要怎麼做 完全沒有問題 坦誠對於文化局業務還是很不熟悉 加上北市文化局前局長劉維公 在卸任後還續留2016世界設計之都 專案辦公室的執行長 傳言被科士捕幕僚痛批 堅持留守職位很不要臉 而同樣被點名的還有副邦獨立董事莊文思 也在第一時間請辭 柯文哲趕緊撇清傳言 反正這個國家交易很多了 該還我的清白要還我 我沒有打任何的一通電話在卸任之後 我剛才說過我是一個遵守體制的人 我知道什麼叫做奮祭 這三年來我想議會也好 或者市府團隊的人 就好市長團隊的人都非常清楚 我的角色我拿捏的事實上是應該是精準的 所以說我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劉維公急忙喊冤 至於新年渡新市府的人事案 是否蓄留將等待科士府的定案 而新舊市府的交接也得趕緊上井發條 迎接新的挑戰 有電TV有家委 沈永沛 台北報導